各位全朋友 想回應一下剛才邱騰華局長 就著合約冷靜期的諮詢文件 提及過一些重點 當中有一些我認同有幾大部分 我是覺得不足的想回應一下 我手上拿著這份 就是過去幾年透過消費會做的一個統計 到底最重災區的一些消費陷阱 或者爭議在哪裏 主要就是來自美容、健身、 時光共享、電訊和婚禮服務的五大項 很明顯這次的諮詢是很奇怪的 五大項裏面只是做兩項剔除了 所以稍後我會整體回應一下問題在哪裏 我先講有一、兩項 我先講有意見的 我整體做個回應 整體第一個就是 我覺得整份諮詢文件 暫時給我的感覺有三個方面 一個是離地 另一個是折上折 那個規管範圍又細又窄 甚至有空白位 第三就是政策 還有漏洞 存在漏洞 而這個漏洞 其實變相放生某一些 在業界經營手法不善 甚至是經營手法撮裂 甚至有詐騙成份的行業 我覺得這三個方面他都做得不夠 包括離地、折上折 以及政策漏洞 三萬多元 健身就牽涉到大約兩萬元 所以他要先規管 但我想提及局長 你留了一件事 時光共享平均每單是 接近五萬元的 雖然他整體的金額是比較少 因為受害人數比較少 但是受害人數比較少 但是他的金額也這麼高 就是說平均 每一個受害者被人 掠掉的那筆錢是更大的 竟然你不在這個角度去做些功夫 去剔除了時光共享 以及其他包括婚紗等等 我覺得是很大的問題 很明顯他的範圍是定得太窄 那麼時光共享的金額這麼高 其實也牽涉到另一個問題 第二點就是說 他說我這次政府就是規管 具有威嚇性的營商手法 這是有一個問題的 過去消委會也好 民間、意志民主黨的建議就是 威嚇性或者誤導性 都要處理的 但是呢 竟然今天只是處理威嚇 而不處理誤導 這是另一個漏洞 但是除此之外 他也是放生了時光共享 我不知道為什麼邱騰華這麼厚待 時光共享這種 那種畸形的 甚至近年經常都被投訴的那種服務 為什麼呢? 時光共享我們接的個案裡面 那接近80個個案裡面 其實是涉及大量威嚇的 和健身中心美容院 關上道門 不讓你走 甚至兇你 說不行 你一定要簽名 一樣是存在這個狀況的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邱騰華這麼大膽 說他沒有威嚇性 他除了誤導 還有威嚇 兩樣都存在的 但是現在他這個諮詢文件很明顯 就沒有涉及這個部分 也都某程度 就是 既放生了誤導性的銷售手法 也都放生了時光共享 他也是有威嚇的成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 非應要合約那裏 那裏 我覺得這個做法呢 就說 銷唯說非應要合約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我覺得其實很多時候都是針對長者的 而舉一些例子 大家都知道 譬如 那些街邊的保健 是不是 保健品那些呢 就叫你去 進去那間店裡看看 那些 我覺得現在這次 那個 的包羅範圍 其實是 不涉及這裏的 保障是很不足夠的 事實上呢 有關的 這些叫誤導長 即是保健品公司 各區18區都存在的 那麼長期過去十幾二十年呢 其實在香港呢 都是 在這裏賺食 很多時候呢 告訴大家 那些什麼 磁力手押啊 磁力床褲啊 就是睡完之後 又肥了又漂亮又高了 那些 誤導性的說法 但是這次似乎 也不會在這份資訊文件處理到 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都是頗大的漏洞來的 那另外 有一個位呢 是 一定是 被批評得最多 就是網購的規管 那麼這次資訊文件呢 基本上是 接近隻字不提網購 甚至乎 他講到 健身 和美容服務 裡面呢 到底譬如 結合了網購 是不是就可以走法律呢 這個位置是空白的 這個很明顯是一個灰色地帶來的 大家都知道 今時今日那個 銷售模式可以很多樣化的 如果 那個 有關的 不良經營者 他自己是 叫醒水 他知道政府這麼多漏洞 我肯定他會適合走位 我就用網上的形式和你交易 很簡單 是不是 我不用馬上收你錢 我不用錄你卡糧 我用網上的形式 放一部iPad在旁邊 然後請你過去按 是不是 就即時避了法律納了 而現實中 我在與局方 與消委會的分享裡面 已經提過 現在已經有一些網購的公司 在網上銷售 例如美容 這些服務 或者健身的package 是存在的 已經存在著 那是否就是說 政府今次的諮詢文件 刻意不勞列他 就讓他們一條生路走呢 讓大家還有生意 走位去做 全部變成網購 或者類網購 假網購呢 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大的政策 流動空白 甚至灰色的位置 另一個位置 三千元的門檻 我自己覺得 是定得 太高 不應該是三千元這麼多 因為看回之前我們 民主黨也好 消委會做的統計也好 你看到世界各地 其實那個 平均的數目 都是最低的是二百多元 譬如新加坡那樣 是二百五元左右 譬如英國 澳洲 美國 平均都是四五百元 就受到這個消費 消費模式和水平 為何我們 網購又不規管 甚至乎 定那條線 要定到 保障消費者 這麼差 即是三千元 以上才受保障 二千九百九十九元 已經不受保障 我覺得 那條線是定得不合理的 另外一個位置 就是冷靜期太短了 用回剛才那些例子 平均都是冷靜期 有七天 退款期可能更長 以月計也是有的 我覺得現在提出來 那兩個方案 其中一個 還要是三天冷靜期 七天退款 那我覺得 開價實在是 離譜那麼低 最後一個就是 罰則 即是現在去到尾 都只是說 一種退款的模式 罰款的方式去處理 就沒有一個 真正有了客力的罰則 反而呢 他罰消費者 就有一些建議的 例如消費者 如果真的有用到服務 要按比例退回 以及 如果是經過電子交易的話 是需要扣回3至5%的行政費 這些我覺得未必是不合理的 但是對待消費者 他是想到很仔細的 這份資訊文件很奇怪的 他到底是保障消費者 還是保障不良營商者呢 反過來他保障消費者的部分 就很多空白或者灰色的位置 所以我整體來說 對這份資訊文件 是不太滿意的 當然我們也會主動積極去提出我們的意見 希望他可以撥亂反正 但是總的來說 我也是重申一次 我覺得這次整份資訊文件 給我的感覺是三樣 一個是離地 一個是折上折 令到規管範圍又細又窄 又多空白位 最後就是 政策存在很多的流動 變相放生了很多不良的行業 OK 有問題嗎? 好,謝謝